各位好,这里是北京电视台的中华文明大讲堂 我们上个星期呢,跟大家讲黄帝内经 但是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想要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交流 有一个成语叫背道而驰 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什么算是背道而驰 背道而驰的例子是什么 现在社会有的该吃就是吃,该喝就喝 有的人就是,我都可以减肥而不吃啊 就像你们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是少喝水,别尿吧 你是听谁说电视节目主持人憋尿了 就是少喝水嘛,上上厕所之类的 但是没有一个主持人告诉过你,他憋尿的经历 可恶了,工作起来方便,少喝水,这是背道而驰 应该是,还有哪位能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需要运动 但是现在的电器也好,或者是代步工具也好 然后都让我们好像很少去运动 比如说你已经不用走路,开车就可以了 然后不用爬楼梯,电梯就可以了 不用洗衣服,全自动洗衣机 甚至连按电视都不用有遥控器 所以好多的东西,我感觉应该我们多运动一下 大家说了很多背道而驰 为什么我们要以背道而驰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 因为在上一讲里 徐文斌先生给大家讲了什么是顺应那个道 我们留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宁着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什么叫宁着盖 有请今天的主讲人,徐文斌先生 还是老规则 我下去听讲 有问题我们随时交流 好吧,把讲台交给徐老师 徐文斌 1984年考入北京综医学院中医系 1997年公派赴美奖学 同年获美国针灸协会特别奖 20余年来 师从民医大家 研习中医文化 1999年创办北京后苦中医药研究所 在国内从事中医诊苗及传统中医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教授国内和外国学生遍布世界各地 以出版有自理藏医 刺激养身行 梦与健康等著作 王老哲学是中华文明的根 心境自然回归传统 让我们从解读皇帝内经入手 谢谢大家 上期呢 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 上古天真论的第一部分 皇帝的老师齐博呢 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懂得养生之道的人 作为一个榜样 要法于阴阳和于数数 食饮有节 起居有长 食饮有节这个饮 我告诉大家呢 要喝热水 中国人把热水呢 在古代称为汤 你看我们去泡温泉 叫泡汤 所以呢 喝开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承 那么能不能喝冰水呢 我的答案是能 这也要食饮有节 什么时候喝冰水 大家想想春夏秋冬四季 哪一季可以 哪一季可以 大家回答是冬天 为什么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道法自然 因为冬天有冰 在北方一些习俗呢 到冬天呢 老百姓都会吃一些什么 冻柿子 冻梨 冻海棠果 这是一个习俗 为什么 冬天的时候 人体的气血是收饮必藏的 这时候体表是冷的 你会穿上厚的棉衣 你的哪是热的呢 你的胃肠是热的 所以我们说冬天吃进补 吃补义的东西 最好被人吸收消化 相反 夏天的时候 人的气血是在体表发散的 这时候人的胃肠是冷的 那么就说明 人到夏天的时候 消化功能是最差的 所以人们有 住夏或者苦夏之说 到夏天没有胃口 所以在这个时候 自然间有冰了 没有冰 所以有些人会在夏天吃冰 吃的结果是什么呢 黄冬天就叫冻泻寒中 很多人就把自己的胃肠给吃坏了 然后呢 吃的自己上吐下泄 开始你身体有反应 会上吐下泄 以后呢 慢慢你会失去知觉麻木以后呢 你不吐也不泄 会把那些阴寒的东西吸收到体内 形成貌似目前没有病了 会形成更大的疾病 这种喝冰水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中医讲 行寒饮冷则伤肺 其实就是呼吸道的疾病啊 我们平时身体不舒服 用个暖水袋捂一捂 你想想你喝一肚子冰水以后 你等于是怀里揣着个冰水袋 周围的丈夫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我也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到底是冰水解渴还是开水解渴 在以前民国的时候 那会还没有冰箱 人们在冬天呢 在河里结下了冰 然后把它储存在房山的一些山洞里面 到夏天以后把它拿出来 拿车运到城里去卖 这是古代的方法 这些人往往从很远的地方 把冰运到城以后呢 会敲开街坊家的门 干什么呀 淘碗水喝 或者淘口茶喝 你想过没有 你车上不是有冰吗 你嚼块冰就完了 事实上他知道 那个冰不解渴 等他淘碗热水喝完以后呢 他会回增给你一块冰 为什么 其实我们说的渴 大家都应该记住一句话叫 生经止渴 真正能解你渴的是你的体液 而你喝的水不可能一下子转化成为你的体液 那么我们想一想 是你用你的热乎乎的胃 把这个冰先转化成零度的水 再提高到三十六度以后 消耗的能量大 还是你喝一口热水 让它很快被你消化吸收 变成你的体液 这个过程快了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也证明 喝热水喝热茶 生经止渴 远远要比那个冰来的快 而且现在人把一些奶油或者糖 这种高能量的东西掺到冰里面 会让人什么 越吃越渴 你可以不相信中医 或者是你相信别的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实践 你这样去试一试 所以我们说食饮有节 要看是什么季节 要看你是什么身体 齐伯老师在给皇帝介绍完了养生之道以后 举的反面教材 金氏之人不然也 他说现代的人可不是这样了 以酒为将 翻译过来很简单 这些人喝酒就跟喝水一样 中国的酒文化渊源流长 饮酒也有很多的讲究和学问 如果饮酒能做到因人 因地 因食 不仅不会伤害身体 而且还有利于健康 那么什么样的酒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我们如何饮酒 才会对身体有益 我见到有些人能喝酒被称为外号叫下水道 这些人呢 其实是有一种煤能够分解酒精 但是你想想那些煤都是你身体的精华 你这么喝酒的话 等于是还是在造自己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本期作客中华文明大讲堂 讲述皇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 敬请关注 古代的酒是什么酒 水浒上有水酒一说 但是古代的酒是什么酒 有人说黄酒 对 有人说米酒 米酒更适合 为什么您问这个问题 是这样 就是我们看酒呢 中国呢 有非常深厚的酒文化 这个酒呢 我们首先要考虑 它是拿什么酿造的 这个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现在喝酒说 我喝葡萄酒 大家想葡萄酒是用什么酿造的 葡萄是植物的果还是石 果还是石 果 那么米酒用的是什么材料 石 石 对 果和石是不一样的 我们很多人说 徐大夫你说我这吃水果好不好 我说了 黄帝内经很早就讲过 人最应该吃的叫五骨为养 最后若是叫五骨为柱 你别把这个主客给颠倒 现在人是跟猴似的 整天吃水果不吃主食 颠倒了 黄帝内经成书呢 一般是在西汉的早期 或者战国的后期 其实我们中国人喝酒呢 有这么一句话叫 一壶灼酒喜相逢 这个灼酒 大家可能都吃过牢骚 是吧 一样牢骚的时候 留下那个米汤 其实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酒 那就是酒 所以古代的那个酒呢 是浓度比较低的 所以它可以解渴 刚才说到酒的种类呢 就是我不建议大家戒酒 完全不喝酒 同时我也反对大家酗酒 那么对酒的挑选上呢 我觉得还是要以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体制 了解我们的传统 啤酒大家都知道是西方传来的 而且啤酒怎么喝好 一道人来冰镇的啊 来冰镇啤酒 为什么 常温啤酒 他觉得口感不好 啤酒本身就被称为液态面包 什么叫液态面包 负营养的个东西 营养太过东西 中医都称为阴 再加上冰镇呢 阴上加阴 所以喝啤酒喝到最后呢 喝到什么 肚子温度都下降 身体一看 肚子温度这么低 怎么办 长个棉袄保一下温吧 怎么长棉袄啊 皮下脂肪就开始厚 所以你摸一下这些人的肚子 什么表皮上一个脂肪 然后再一摸 那个阴森森的寒气呢 全透出来 所以说喝酒喝出啤酒度 那不是谣言 我不建议大家喝啤酒 你用啤酒动个鸡动个鸭 我倒是赞成 因为它可以调出很好的味儿 跟我们那个料酒呢 不相上下 另外呢 就说这个果酒 红酒 我们讲果酒葡萄酒 也是从西方传来的 葡萄美酒夜光杯 这个西方人用这个葡萄酿酒呢 它是特点是用葡萄的果肉啊 然后用它自身带的煤发酵 而我们中国的米酒是必须用什么 首先它用的是粮食啊 是种子是有生命力的 它必须要加酒取 这样发酵而成的 这样喝的 酿出来的酒呢 对少量饮用 对身体有好处啊 而且有滋补效果 我们一些中药的制剂 用水煎效果不好的话 我们都用黄酒 来做作为这个汤剂去煎 而葡萄酒呢 因为它的发酵 用自身的煤啊 另外呢 它用的又是果肉 又偏寒 所以中国人喝葡萄酒 这种体质又不大适合 我们喝黄酒怎么喝 青梅煮酒论英雄 咱都是烫一壶酒了 是吧 把这个酒一烫 把它的温性 有时候我们还得加点相思 如果你想多喝几杯呢 你加点化煤 稍微收敛一下 它酒那个散 新散的性 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 传承下来喝酒的习惯 用人体做的实验啊 比你用什么大白鼠 用什么兔子做的实验 要精确 细致的多 再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酒 这个白酒啊 是烈性酒 它的毒火更大 很多人喝酒喝到 胃黏膜损伤 胃溃疡 甚至胃穿孔 喝酒喝到吐血 滴酒 葡萄酒 我们不要碰啊 少喝一点可以 助助性 烈性的白酒 我们也不要碰 我们就中间 有应酬 喝点什么 所谓我们现在说的黄酒 少型酒 或者女儿红 壮阳红 家饭酒 这些酒呢 是最对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脾胃的啊 这就讲到了这个已久 但是喝什么酒 你也别跟喝水一样啊 我见到过有些人能喝酒 被称为外号叫下水道 这些人呢 其实是有一种煤能够分解酒精 但是你想想那些煤都是你身体的精华 你这么喝酒的话 等于是还是在造自己 这就是喝酒对人的最大的伤害 酒对人的影响是这样的 就是刚刚喝点酒 能让人兴奋 能让人胆气浮衡 就是开始一个很怯懦 很羞怯的一个人 喝完几杯酒下肚以后 就变得胆子大了 变得很开放了 这就是什么 我们说酒它作为一种粮食的精华 它能够温热人的肝胆的精目 但是如果喝到了以酒为疆这个状态 时候这人就要出问题了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刚开始喝酒 你会觉得兴奋 你会觉得高兴 那么乐极生悲 物极必反 高兴到极点以后 换来就是什么 我们说这人喝醉了 其实是什么 就到了一种昏迷沉睡的 抑制的那个状态 这就是酒精的一个明显作用 就是临时性让你感觉到热 让你感觉到这种勇 但是呢 之后会带来了 它会把你储存的能量 一下给你点燃 还有的人呢 就是觉得喝完酒以后呢 觉得自己男性的那个功能 性功能突然提高了 事实也是这样 但是呢 长期依赖这种酒的刺激作用的人 带来的是什么 以后 长期的 雄风不振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以酒为将 带来的代价是什么呢 就会让你平时不敢干的事 变成什么 下一步 敢干的 以望为常 皇帝内经 是中国现成最早的中医学典籍 是中国首部探讨生命意义的百科全书 是影响力连连数千年的养生宝典 一部一书包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 启蒙现代百姓的养生之法 解读上古天生之论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做客中华文明大讲堂 为您解读 《皇帝内经》的智慧 回归自然 回归自我 回归天性 立足于自身的状态 再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一直是《皇帝内经》所倡导的 而盲目的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 对于我们的身体和精神 都有极大的伤害 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人是不一样的 人比人得死 货给货得扔 人家住那么大房子 人家挣那么多钱 人家是人 如果你认为咱们俩是一样的话 这首先前提就错了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本期作客中华文明大讲堂 讲述《皇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 敬请关注 我的老母亲 有一次跟我说过一句话说 现在的人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多 这种想要的东西是怎么出来的呢 一个是在酒精的刺激下出来的 另外呢 就是在人出现社会以后 在互相攀比中出来的 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够了 我住个两居室够了 一看人家买了个三居室 那我是不是就买个四居室 这个 不切实际的需要和想法 充斥在人们的脑海里 而且把它习以为常 当成是我每天或者此生 必须追求的目标以后 人就离道 离自然越来越远 但是您的这个观点 和当下流行的成功学 是有巨大的分歧的 对 成功学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比 而且我们一定要和上比 往上比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仰望星空 才会知道宇宙多辽阔 我们不要做井底之蛙 您的意思是我们 就在两居室里待着了 首先啊 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 人家住那么大房子 人家挣那么多钱 人家是人家 如果你认为咱们俩是一样的话 这首先前提就错了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要知天达命 人贵有什么 贵有自知之明 知道我是老几 我能吃几碗干饭 然后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其了 还有句话叫 别光看贼吃饭 别看不看贼挨打 看人家活得疯疯 光光的一次 录在表面上一面 那背后受的罪呢 所以道家是让人先认识到自我 然后呢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一个方式 千万不要拿自己跟人去比 没有可比性 但是现在我们不是经常被教育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对最后呢很多人因此而疯 以酒为将 以妄为常 下一个结果就是 疯和狂 会是疯和狂 疯和狂 我们讲的这些人呢 会出现一种病态 他们叫登高而歌 弃一而走 自高显也 自便智也 认为我就是天下第一 我就是最成功的 其实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病态 而且我也看到在攀比中最后呢 大家都会失去自我 大家都在争着做别人 忘了自己 还有个神 让他高兴的事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讲的 今时之人犯的最大的错误 失去自我 忘记了自己的本心 喝完酒以后呢 又有了一些虚妄的念头 狭义的虚妄是找更多的女人 她是什么呢 罪已入房 这个入房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引悔含蓄的说法 我们统称为房事 过渡的房事呢 我们称为房牢 这样做的结果呢 可以图一时之欢 往往带来的都是什么 产生出很多畸形弱智的孩子 这从古至今啊 都是不乏其力 李白的后代呆傻吃年 桃圆明的后代吃年呆傻 后来桃圆明自误写道 为什么我这么聪明 而我的孩子这么愚钝呢 他得出一个结论 说盖因悲中勿也 大概就是因为我太贪悲了 所以造成这么一个恶果 喝酒喝到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水火传说过一句话 饮酒不醉为最高 所以喝酒喝到鼓舞一下性质 喝到微醺的时候 就此打住 这叫什么 食云有结 以欲结其净 以耗散其真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说 皇帝内经的中心思想 是什么 也就是说皇帝内经告诉我们 什么理论 一言以蔽之三个字 精气神学说 精气神 是中医哲学观的高度概括 他揭示了物质 能量 运动关系 反映了人体生命活动的过程 精气神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其中最基础的物质就是金了 什么是人体的金呢 它又存在于身体的哪些地方呢 我们现在出现很多所谓的 躁狂 抑郁 自杀 这些行为 说到根上 这些人就是通过不正常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把自己的金给消耗的枯竭了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本期作客中华文明大讲堂 讲述皇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 敬请关注 精是什么 我们老说精神 精气是 我理解的这个精是生命最基础的那个物质 是不是维持生命的能量 维持生命的能量 就是精 能量就是气 这储存你的能量的物质 比如说我们的骨髓里的那个髓质吧 这个精呢 大家要记住 精呢 是有形的物质 有形的物质 其实我们这个肉身 经脉 肉皮骨 我们的五脏 六腑 这个有形的物质 都是我们的 什么 都是我们的精 它是一个物质基础 那么再具体翻译一下 精在哪 精 我们经常说一话叫精髓 大家还知道叫肾足骨生髓 肾藏精 那么肾把精藏在哪 其实就藏在我们的骨子里了 我们脑的头颅里面装的是什么 脑髓 脊柱里面装的是脊髓 骨头里面装的是骨髓 牙里面装的是牙髓 这都是我们的精 这是一种以半固体存在的方式 那么还有呢 以液体存在的方式 就是什么 人体70%都是水 这个水不是你喝进去那个水 是什么 你的体液 也就是说你吃的食物 你把它转化成你本身的物质以后 再加上你先天的精髓 融合而成 流淌在你身体里面的这些液体 包括我们的血液 泪液汗液 这都是我们的精 再看一下 如果你喝完酒以后 你会出现什么状况 好多人喝完酒以后 第一表现叫走肾 是不是 不停的去上厕所 那您这排出去的是什么 我们说肾足疯藏 本来就是我们觉得啊 我们这体液制造出来不容易 那么我们就把它封骨得很好 但是这个酒 它有一种活血的作用 所谓活血是什么 扩张血管 喝完酒以后的表现就是什么 把不该漏的东西排出去了 为什么说晚上酒醒人会吼干舌燥 您的那些水分哪去了 第一是尿出去 第二呢 喝完酒的人还有一种表现是不走肾 走哪 出汗 出汗 喝完酒以后 一看这人出汗 你就不能跟他再喝了 因为什么 他太能喝了 他走这儿了 所以这不停的出汗 很多人说出汗不是好事吗 我上健身房 不就是想练出一身臭汗吗 大家知道吗 古代高手比武 不是说比输赢了 比到最后 不是说谁把谁踢倒了 弄死了 谁赢了 比武过程中 谁先喘了 谁先出汗 谁就输了 为什么 你的气收不住 射不住 人到快死的时候 快出现一种症状 叫什么 汗出如油 就是说你体内那些精啊 就是我们说宝贵体 都变成什么 油状的物质流失出来 一看这种情况 我们说这个人失精了 还有人就说我出汗 出完汗以后呢 很多人还会出现什么 动不动就一身汗 很多人一吃饭就出汗 还有人呢 晚上睡着了以后出汗 我们叫出倒汗 出倒汗什么结果 第二天早上起来床上一个人形 都拿汗给浸透 这种出汗 这种出汗你们说对身体有好处吗 这都叫漏精啊 还有人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人 就说要减肥 在西方查进了很多的减肥药 这种减肥药 基本上就两个目的 一个是发汗 里面还有麻黄碱 就通过让你不停的出汗 流失你的筋 然后体重倒减下来 失去的都是什么 失去都是自己宝贵的筋 留下全是糟糕 所以这种人越减越病 啊 筋还有一种存在的方式 是什么呢 它是以半固体存在的 它其实就是我们皮下的脂肪 啊 就是它储存了一种能量 等它 我们需要的时候 这种脂肪呢 会被转化成我们需要的能量 但是现在人呢 视脂肪为 万恶之源 啊 不管瘦 不管胖 总是那种自卑感的心理在作怪 非要去 把自己的脂肪给剪掉 最可怕的一种方法就是什么 现在所谓做的什么 抽脂手术 你想想 我刚才讲了 喝啤酒的人 为什么会长脂肪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他脂肪凉了 他需要保温 你看我们卖冰棍 像像卖冰棍 老太太都怎么包冰棍 是不是拿个棉被子里面包冰棍 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 他不是说去解决根本问题 去温暖你的脂肪 他就看你被子厚 然后就上去给你测被子 抽完脂以后呢 身体什么反应 怎么又凉了 赶紧再长点吧 然后呢 又长回来 长回来以后 他一看 他说再抽 抽到以后 身体说我长不动了 长不动以后 怎么办 干脆就凉 凉到最后 这个人什么 就会心寒吃冷 觉得活的没意思 厌食 抑郁 最后自杀 那我们终于怎么理解 这些本身是你储存的精 这种物质基础 将来就像我们有一桶汽油 它会流着燃烧 发出光和热 产生动力 它会产生气 产生气以后呢 他会养你的神 会让你觉得活得有意思 活得有意义 那么这些抽职手术 或者是通过这种大失血 流失体液 大土 大泄 过分一尿的人 失精以后的表现是什么 最后归宿就是失神 没有精哪有神 最后就会导致我们现在出现很多所谓的造狂 抑郁 自杀 这些行为 说到根上 这些人就是通过不正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把自己的精给消耗的枯竭了 徐文斌 1984年考入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 1997年公派赴美奖学 同年获美国针灸协会特别奖 20余年来 师从民医大家研习中医文化 1999年创办北京后浦中医药研究所 在国内从事中医斩苗及传统中医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教授国内和外国学生遍布世界各地 以出版有《字里藏医》《刺激养生堂》《梦与健康》等著作 黄老哲学是中华文明的根 清静自然回归传统 让我们从解读《黄帝内经》入手 经的来源有先天后天之分 先天之经秉授于父母 是生命的根本 而后天之经来自于饮食 是生命的动力 《黄帝内经》又提到了哪些对我们有益的食物呢 你数一下牙底下就知道 几颗尖牙几颗小牙就知道 所以这是匹配的 你不能羡慕人家吃肉 你就去吃肉 我们下次决定吃多少肉之前呢 先找一个馒头 我们使劲咬一下 然后看一下馒头给我们留的牙什么是怎么样的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本期作客《中华文明大讲堂》 讲述皇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 敬请关注 我们的民族还是一个吃 植物种子为主发育出来的这个民族 我们的智慧水平高的原因也有赖以此 古人有句话叫食骨者会 肉食者比 《黄帝内经》教导我们的话 其实他给了我们一个钥匙 我不会告诉你吃什么喝什么 但是我能告诉你什么 做什么不对 古人讲受之以鱼 就是那个鱼肉的鱼 不如受之以鱼 那个鱼民的鱼 掌握一个方法 掌握一个思路 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 比给你点什么东西 更实惠 肉食者比 我们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吃不上肉 谁家吃对肉我们羡慕死了 于是我们得意的说 肉食者比 你觉得这不是一种心理暗示吗 不是 人啊 你考虑一下你是该吃多少肉 该吃多少粮食 很简单 我们发掘化石的时候呢 看恐龙 说 这恐龙是草食恐龙 还是肉食恐龙 看哪 牙齿 看牙齿 是吧 肉食者恐龙 都是尖锐的全吃 草食恐龙全是那种 我们说磨鳩齿 就是草牙 你说说您自己 我们有 尖牙齿齿有几颗 我们那个磨碎 种子 食物的那个 像磨一样 那个草牙有多少 比例大概是多少 所以您的意思是 长虎牙的人 他可以吃 人的体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虎牙 长虎牙的人 零牙齿齿人 尖锐的人 他本身匹配的那套系统 就跟他相适应 而我们普通的人 你数一下牙 比一下就知道 几颗尖牙 几颗草牙就知道 所以这是匹配的 你不能羡慕人家 吃肉 你就去吃肉 我自己的感觉 我很爱吃肉 比如说我吃一吃生鱼片 我吃第一片很香 第二片一般香 第三片就没味了 为什么 肉还是那个肉 说明什么 我能削他 化他的那个煤 没了 所以我只能吃三片肉 那么其他人 可能吃到四片 五片 还有人是没有肢结 干脆就吃 吃进以后呢 受的完全不是营养 而变成了垃圾和废物 所以徐老师给我们提了 一个特别好的建议 我们下次决定 吃多少肉之前呢 先找一个馒头 我们使劲咬一下 然后看一下馒头 给我们留的牙 什么是怎么样的 数一下自己的 肩牙有多少 超过四颗可以多吃点 少于四颗 三片足矣 告诉大家四句话 吃饭吃饭吃的是什么 粮食 植物的种子 植物会牺牲它的躯干之夜 会把它所有的营养集中在哪 集中在种子上 包括动物也一样 母体为了给孩子补钙 它会脱牙的 它会脱钙掉牙 所以你说吃 我们现在说吃红薯 吃土豆 吃山药 你想想它是什么 它是植物的种子吗 它有生命力吗 所以基本一句话 五骨为养 养的是什么 养的是您的精 下一句 五畜为义 什么叫义 锦上添花 您在吃五骨的基础上 加点肉食 您别颠倒了 这是对我们中国人说的 第三句话 五菜为冲 或者是要五菜为输 输菜输菜 吃多了肉 吃多了五骨 输倒一下 没有五骨 没有肉吃的时候 全且冲击 最后一句话 五骨为助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人 把这四句话 要么颠倒了 要么就是社区搞乱了 要么就是主次 分配不均 这样的话呢 能够养精 才能回到那个真 这个真是指什么呢 指你跟自然和谐 处在这种状态情况下 你的对自然的那种领悟的能力 我们会看到 所谓现在人类 一步发展史是科技进步 而人的本能在退化 以前没有抗菌素的时候 你可以调动你的正气免疫系统 去跟细菌 去跟细菌病毒去作战 现在有了抗菌素呢 你就会依赖它 依赖它有个什么问题 叫用尽废退 所以慢慢的我们先天的那种 天真和本能 会是一步一步的退化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 走一条中间路线 不要对外依赖太多 而是要回归到我们天真 淳朴原始的状态 让我们对天地的感知 更敏感 更灵敏一些 所以我老提个口号叫 我们大家要 清静自然 回归传统 皇帝内经 是中国算盒最早的 中医学典籍 是中国守护 探讨生命意义的百科全书 是影响力 绵延数十年的 养生宝典 一部一书 包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 启蒙现代百姓的养生之法 解读上古天真之论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做客中华文明大讲堂 为您解读 皇帝内经的智慧 来我们接着看 在皇帝内经当中 不知尺满是什么意思 这个尺满就是说 老天给你的那个圣经 它是有量的 你吃饭 饭也在吃你 你消化饭 也在消耗你本身的消化煤 所以呢 如果我们知道 优着点用 保持自己那种 不亏损的状态的话呢 才有可能 你活得长一些 这叫尺满 尺满意思就是 让我们的圣经 总是保持一种充盈状态 而不是枯竭 这是对应上一句话 叫以欲结其经 那么下一句话 叫不识欲神 那么你知道 有一个不以你的意志 为转移的系统 本能在工作 我们估计也把它称为神 看 皇帝内经说了 不识欲神 怎么调它 其实是调节奏 这个识指什么 四识 四纪 皇帝内经的第二篇 就叫四气调神大乱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想控制影响到 你先天本能的话 很简单 你跟着四季的春生夏长 秋收冬长的布点去走 你就跟他合拍了 就是说天人合一 什么叫天人合一 天神和人神合而为一 这叫合上拍了 另外呢 这个识我们可以理解为昼夜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你跟上他合拍去做 你照样能把那个点调过来 大家都知道 坐过飞机调过时差 那个倒时差很难受的 其实倒时差是什么 调神 调神 这个古代非洲有个民族呢 他走路走快了就要歇一心 为什么要歇一心 他说我的神跟不上 这些人不这么做 但是他就叫物快其心 这句话 用最通俗的现代流行语 就叫玩的就是心跳 就什么 找刺激 什么能让我心跳加快 什么能让我怦然心动 我就去做什么 其实这种心跳加快 或者怦然心动 都是在扰神 乱神 在打乱你本身的节奏 所以中医讲 人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情感 中医意识到了情绪 对你身体节奏的影响 他说 怒则气上 你生气 气血往上涌 怒法冲冠 脸红脖子冲 孔则气下 人一受到这种 这个孔的感觉呢 屁股尿流的 精则气乱 喜则气缓 思则气节 其实都是什么 扰乱你的内心了 所以养生之道 归根结底是养心之道 养神之道 你看我们故宫 皇帝住的地方 养心殿 他怎么不叫养肝殿 养肾殿 是吧 心者 君主之官 神明出业 他是在背后控制你生命的 最重要的那个 什么什么 所以物快其心就有问题了 对啊 玩的就是心跳 最后就是玩的自己 灵魂出窍 说有的人不识欲神 这是反面的 但是不识欲神的人 现在很时尚 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 夏天 四十度 跑步 出大汗 对吧 冬天 零下二十度 游冬泳 我没冬泳过 我好奇 我看人家那个拿一桶水 然后擦半天 我观摩 就是观摩过 擦半天 然后最后在水 那个冰窟窿 然后出来之后 身上冒着热气 跟红鸡子一样 然后拍打着自己 啊的喊着 我羡慕 我打算 我打算从今年开始动勇 假设 那会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春生夏涨 秋收冬长 比如说到夏天四路高弯 他去初看跑步 我还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呢 在夏天人的毛汉孔是开张的 是热烈奔放的 是我们叫无燕于日 可以 夏天怕的是 我们现在人天天在吹空调 是吧 人造那种冷风 所以很多人得的关节痛 关节炎 关节病 不是在冬天得的 冬天他知道保暖 夏天呢 他毛汉孔开放 一吹 就得了这个病 现在就说一下冬勇的问题 很多人说 一到这个冬天 一看就有这个人冬勇 然后那个冬勇人说 哎 你看我这自把冬勇以后 我这不感冒了 多年的病也没有了 冬天万物凋零 但是还有松柏 松柏是长青的 是吧 您要觉得您是个松柏 您就去冬勇 您要觉得您是个普通人 您还是猫冬吧 穿的厚实一点 别裸着 所以认识到自己很重要 我治的病人的例子 冬勇 诱发心脏病的 冬勇导致自己 长一身黑屋子 冬勇导致 冬勇导致自己抑郁症的 比比皆是 如果你有长期的 这么从小养成的 这么个习惯 而且通过其 把自己的阳气激发出来 去能把寒气去走 而不是把寒气留在体内 您适合冬勇 否则的话 不要尝试 做个平常人 中医认为 人的人生不是痛苦的 从出生到生长 到发育到死亡 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除非你违反了自然规律 有了病痛 才会觉得痛苦 我们现在就是 一折腾一闹 胡鹏狗有一招唤 你就连续几天戳麻 不睡 然后就把自己的节奏给打乱了 其实这都是扰乱自己的神明 这种最后的结果就是 故半百而衰 没到五十岁 手脚活动都不灵变了 现代社会 没到五十岁 猝死 所以今天您讲的这个道理 核心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对 第一要知道 第二要知己 皇帝内经 是中国现代最早的 宗医学典籍 是中国首部 探讨生命意义的百科全书 是影响力 年年数千年的养生宝典 一部一书 包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 启蒙现代百姓的养生之法 解读上古天生之论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做客中华文明大讲堂 为您解读 皇帝内经的智慧 现场的哪位观众朋友有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 人的正常的就是说排气 是不是和我们所欺探的 这个精细的气 有关联 好了 谢谢你 好 谢谢 人的排气 和您讲到的气 是不是一股气 人身体啊 有氢气 有浊气 氢气上升 浊气下降 我治疗很多病人呢 就是听过我的针刺 艾灸或者服药条理以后 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不断的放屁 排气 这是什么 当你的正常的六腑的功能 恢复以后 我们讲六腑是阳性的 它以通为用 它通过排泄粪便 或者是排泄尿液 排泄气体 达到一个身体这种 氢气和浊气的平衡 我们中医讲气聚成形 行散为气 这些开始 人为什么会长肿瘤 或者长出其他所谓的癌症 它最初是个什么东西 它最初是一个念头 是一种感情情绪的伤害 就是我们说那个神的阶段 再往下发展 它就聚了一口气 这个聚的时间长了 有形有状了 就会成为我们现在肉眼 或者是借助一些仪器 可以发现的种物 所以说这种气坚决不能